热点时评 中国称取消清零后一个月近6万人死于新冠 作者大卫·皮尔逊 奥利维亚王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大卫·皮尔逊是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记者 奥利维亚王是报道中国大陆和香港新闻的记者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证文 自中国取消严格的清零政策以来 疫情加速蔓延 据信已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感染 该国周六表示 政策取消的一个月内已有近6万人死于新冠 这是中国首次就目前席卷全国的新冠疫情提供官方数字 官方死亡人数大幅飙升 自2019年底 大流行从武汉市开始以来 在上周六之前 中国共报告了5241例新冠死亡病例 该衡量标准被严格限定为因新冠引起的肺炎或 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 周六发布的新数据包括那些感染了新冠病毒 且死于其他基础疾病的人 尽管近几周 医院 太平间和殡仪馆不堪重负 但中国没有提供疫情的爆发程度和全国死亡人数的可靠数据 为此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越来越多的批评 在这次数据公布之前 中国曾表示 自12月7日结束清零政策以来 只有37人死于新冠 由于缺乏透明度 在该国上周日重新开放边境后 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对中国游客实施了旅行限制 专家还警告 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可能会导致该国民众不注重防护 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焦雅辉说 从12月8日到1月12日 中国记录了59938例与新冠相关的死亡病例 其中包括5503人死于由新冠直接引起的呼吸衰竭 焦雅辉说 另外54435人的死亡与其他基础疾病有关 焦雅辉说 中国无法尽快发布与新冠相关的死亡数据 因为需要对医院报告进行全面审核 焦雅辉说 我们组织专家对死亡病例进行了系统分析 因此耗时比较长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数据是否意味着中国改变了新冠死亡人数的公布方式 将患有基础疾病的人包括在内 他们的病情因病毒而恶化 官员们坚称 中国的官方死亡人数 只记入死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或呼吸衰竭的人 美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计算的新冠死亡范围更加广泛 专家表示 现在判断中国是否已经改变策略为时过早 但他们对中国提供更多数据的举动表示欢迎 我们现在无法做出判断 但显然比之前说只有几人死亡的数据更可靠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燕说 我希望政府现在会更加透明 中国长期以来对传染病死亡病例的统计十分严格 包括季节性流感和2003年的非典 但在2022年春季上海封城期间 当局破例使用更宽松的定义来证明对居民的长期封锁是合理的 上海市政府当时报告的588例新冠死亡病例中 有一例死于心脏病 其余均为基础疾病或肿瘤 尽管与过去不一致 但国家卫健委从未从全国新冠死亡人数中删除这些死亡人数 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高本恩说 与其他国家一样 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几乎肯定更高 他说 如果中国对医院病人进行更积极的检测 本可以提供更可靠的死亡率和感染率数据 高本恩说 中国拥有如此强大的检测能力 但尚未用它来确认住院患者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有点令人惊讶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证实了长期以来的担忧 即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因为许多人没有完全接种疫苗 在近6万死亡病例中 56.5%的人在80岁以上 新冠死亡在中国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政治问题 因为该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曾倡导采取严厉封锁 隔离和大规模检测的战略 以试图遏制病毒 习近平宣称这种模式在疫情早期成功地抑制了病毒传播 可以供其他国家采用 然而 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去年流行起来后 这种策略变得难以为继 随着全国各地病例的持续上升 越来越多的人对疫情限制感到厌烦 11月 多地爆发抗疫活动 已经承受巨大经济压力的中国 突然取消了清零政策 没有为国家储备药品提供机会 官员们最近几天表示 主要城市的感染已经达峰 但人们越来越担心当前的新冠病毒浪潮 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农村 与中国的城市相比 农村的医疗保健系统要薄弱得多 全文完